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正 歡迎加入阿正的廢宅小圈圈 本集的日劇分享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NHK新推出的大和劇《聯倉店的十三人》 開始之前一樣請大家把滑鼠移到螢幕右下方幫我按個訂閱 2022年NHK招牌的大和劇《聯倉店的十三人》 由小力群單剛主演 演員群包括大泉陽 星圓結衣 片剛愛之助 小石龍子 西田銘心 堅田匠徽 林木金香 小玄孝太郎 竹材徽之助以及中川大志等人 並由常哲雅美單剛全聚旁白 故事敘述平安時代末期 武將平清聖因為受到厚白和法皇的重用 因此勢力不斷擴大 更在迎戰以原家為元首的反對軍團的戰爭當中大獲全聖 史稱平治之亂 而元家的重要資助元義朝以及眾多族人遭到處決 三子元代曹則被流放到伊豆國 並由當地的望族伊東又欣負責看管 然而身為伊東姻親的北條一家 長子忠實懷有顛覆平家勢力的雄心壯志 並瞞著父親以及伊東又欣倭藏元義朝 期待他日後能舉兵相助 並將自己的計劃告訴自己的弟弟 也就是小烈巡視野的主人公義時 本劇便是敘述歷史上的元平大戰 一直到蓮昌幕府成行的過程 以及北條義時如何憑藉外戚的身份 一步步走向政治權力的核心 據名所說的十三人 便是日後組長朝政的義士集團 接著讓我們簡單認識劇中的主要人物和家族 首先第77代天皇厚白和法皇 在位期間是西元1155年到1158年 相當於中國南宋的高中時期 武將平清聖則是天王更前的大紅人 本劇由松平健飾演 兒子忠聖則由小玄孝太陽演出 主角義時身處的北條一家 家族成員則有父親北條時政 繼母立苦 大姐正子 長子中時 次子義時 以及妹妹十一 姻親依東一家以幼親為首 女兒八重由新元節一飾演 加上長男合金幼泰 以及竹才輝之柱飾演的次男幼卿 元氏一族則有大全陽飾演的元賴曹 同父異母的弟弟元逸金 以及堂兄弟 牧成義仲 則分別由堅田降輝 以及青木崇高飾演 另有逸金的加成武藏方便性 以及元賴曹元逸金的副職輩 元行家 該角色則由三本哲太出演 本劇由古田任三郎系列 以及新選組的山谷信喜單缸編劇 手機收視率來到17.3% 目前台灣可以透過NHK世界台 MOD以及KKTV等平台收看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內容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訂閱按讚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正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